大家好,蓬佩奥昨天颁布了一个新的制裁 对14名中港官员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行制裁 蓬佩奥指中国不断扼杀意见,逮捕抗议人士 这是对中国官员无耻行为的制裁 蓬佩奥 美国财政部7号以破坏香港民主程序为由 宣布新一轮对中国官员的制裁 这个14名官员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很多都是参与香港国安法制定的全国人大的委员 名单包括蔡达峰、曹建明、陈竹、白马赤林、丁仲理、郝明金 爱立更、一鸣、八海、八言宣、沈耀耀、万恶乡 万恶乡大家知道吧 留到大陆那个国民党主席 国民党在大陆还有一个 那党主席就是万恶乡 王晨、王东明、武威华、张春贤 他们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那这是昨天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制裁 制裁的内容包括在这个名单上的人员 他的直系亲属未来将禁止进入美国 他和他的直系亲属 直系亲属我之前讲过 什么叫直系亲属 父母 他的父母不能进入美国 他的子女不能进入美国 直系亲属 他们在美国或由美国他人代持或控制的资产遭到冻结 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 不管你是不是有别人代持的 只要发现这个资产背后都是你的 都会被冻结 冻结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没收嘛 现在就先给你没收了 那他未来什么时候解冻 看中美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川普最后还是在给谁 再给这个拜登挖坑 你未来解不解冻 跟中国关系到底想不想搞好 搞好解冻 川普 我告诉你啊 川普要选2024 这又是一个什么 又是个打击民主党的一个方法 给老百姓看啊 你看我制裁中共 结果川普制裁拜登解冻 那拜登到底是喜不喜欢啊 喜不喜欢中国啊 喜不喜欢中共啊 都玩政治啊 都是在玩政治啊 这里边又挖一个坑啊 我觉得未来的坑会越来越大啊 你想 还有个大招呢啊 我以后再跟你说那大招 大招 我觉得拜登没有办法抵抗啊 那你说 川普都把拜登很多行为规范到那了 对吧 首先我这个制裁 你拜登解还是不解 你解 我骂你通共 你不解开 那你就按照我的规矩 对吧 我给你设定的路线 共产党的官员被什么 被禁止入境 你知道你让不让入境 不让入境 那关系不能好 不能好 就按照我规矩 规定这个道路 你就跟中国交往嘛 对吧 继续打 哎呀 我觉得这个民主党啊 真的像被共和党压制着啊 你看这个交权之前啊挖了很多坑 蓬佩奥他在也发出了个声明啊 他说北京不断破坏香港民主程序 让香港立法会啊 名存实亡 沦为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反对派势力的橡皮图章 完全不顾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之下的国际承诺 中国人大常委会无意通过国安法 为什么制裁人大常委 就是你通过国安法嘛 让北京不断扼杀意见 逮捕抗议北京压迫的政策的人士 美国国务院啊 为此对从事无耻行径的中国官员进行纠责 美方再次敦出北京 遵守国际承诺 并倾听以发声谴责 对其作为他国的声音 那这个声明的蓬佩奥也发完了啊 可以看这蓬佩奥是一手操一手操盘啊 给这个民民主党挖坑啊 我觉得民主党自己想不想接受呢 也很难说 因为这个对民主党咱们这么分析啊 其实按逻辑上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民主党跟共产党交往的时候啊 他会拿这个前朝蓬佩奥挖这个坑 跟大陆要价 你想不想让我 让我把这个禁令废除啊 显然啊 让利 咱们来谈吧 那我提到一些我的要求 你是不是要答应 你可以答应 你答应我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禁令解除 你看啊 你看这个共和党民主党 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你说把中国给玩的 我说中国人呢 咱们中国人得看透啊 美国两个党看似是互相挖坑 是吧 你拿他没有办法啊 你拿他没有办法 最后我觉得还是 你看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两个党其实都在给什么 给中国挖坑 这才是底层论 共和党看似是给民主党挖坑 那实际上你倒过来讲 民主党不也在给利用共和党挖了个坑 让中国跳进一个陷阱吗 说白了都是给中国挖坑 最后啊 我也问问这个蓬佩奥啊 蓬佩奥啊 你制裁中国人大啊 制裁中国人大 但是我记得当年投这个 反分列国家法这个 投这个票当时还举手吗 表决三千多人啊 三千多人 我希望蓬佩奥啊 你们要反共啊 就按你说的 你川普反共啊 你共和党反共 你做到底 这三千人你都别让他什么 去美国 能不能做到 你要做不到啊 真的 你要做不到 我觉得你这 你这是假反共啊 一人一票 你现在制裁这个副委员长 人家那就算投了票 其他人不投票 这个法案也过不去啊 三千人 你制裁十四个 十四个人都投票 同意 那剩下三千人 如果不同意 这法案也通不过啊 听懂没有 蓬佩奥 你这不也是玩什么吗 玩虚的吗 你有本事把那三千人 所有同意的 三千多人 全部制裁 另外你也别对中国老百姓 下手 中国老百姓啊 他也没有权利 进去投这个票 说实话 老百姓也没进去投这个票 也没也没有也没有能力进那个是吧 大人民大会堂坐到那是吧 像那个什么副委员长一样去投这个票 我们现在老百姓还没有那个能力 都是有代表 人大代表 你要制裁 别制裁中国老百姓 你去制裁这帮人 就我刚才讲的 你制裁啊 你制裁这帮翘楚 中国老百姓啊 其实也跟这帮翘楚 拉开距离了 中国老百姓也进不去人大 能进人大的都是社会这帮贤达 翘楚 大亨 是吧 你看那H皮带 是吧 你有本事制裁他 那H皮带你知道那谁吧 是吧 恒大的老板许家印呢 人家是人大委员 他举手了 蓬佩奥啊 许家印举手了 你敢制裁许家印吗 许家印得到美国投资 是吧 得给你美国钱 为了钱 不要民主了 我们中国人民支持你制裁那个H皮带 你看他那个H皮带 是不渴吗 显眼了 他能进去投票 我们进不去 是不是 许家印 你为了中国人民 我觉得你 你这个人大代表 你愿意放弃 是吧 放弃在美国这些资产 你们愿意放弃 美国蓬佩奥 制裁啊 我觉得蓬佩奥啊 你要真反共 你就制裁他呢 你制裁那几个委员 14个 我说那一人一票 通博啊 3000多人呢 中国那帮贤达 中国社会的翘楚 都在那里边呢 还有电人演员呢 还有冯小刚吧 我记得啊 冯小刚也是啊 也是那个 是不是啊 也是人在人大里边的 还是什么宋丹丹 咱好像在美国都有资产啊 都有房子 真的啊 你蓬佩奥有本事 你都制裁 你要都制裁 是吧 冯小刚也别去美国了 跟那个什么徐帆 在美国买的豪宅 也赶快卖了吧 真的啊 冯小刚赶紧处理掉吧 万一未来制裁你 你那房子让人出宫了 冻结了 赶紧 现在是吧 全国人大 现在是14个 未来是1400个 未来可能到3000个 全制裁 一步步升级 这坑一挖越大 真的啊 该卖中国这个全国人大 这帮人 是吧 那你们那么有钱 你们都到美国 是不是 还包括那个大鸡女 跟大鸡女 在这个洛杉矶买房子 买大豪宅 那个大号子 那个 那叫什么 什么旅业 是吧 什么旅业的老板 不也是吗 人大代表 是不是 爱中国 是不是 爱中国 赶紧处理掉吧 你们投票了 你们投的票 我们老百姓没办法投票 你投的票啊 是不是 然后你们有资产 在美国有资产 挺好的嘛 挺好的嘛 为你投的一个神圣的一票 是不是 跟美国干到底吧 还有那HP代 是不是 HP代 真的 你这一关过了 过了美国这一关 我们中国老百姓认定了 你就是人大代表 你永远都是我们人大代表 代表我们接受美国的惩罚 好样的人大代表 是吧 冯小刚 你也是啊 别天天挣着钱 两头都想吃 当人大代表啊 就得替中国老百姓 肩负其使命 对抗美国 邪恶的蓬佩奥先生 蓬佩奥 你也记住啊 我们中国人民呢 中国人民对美国没意见 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意见 你要反共啊 你做到底 是不是 刚才讲那几位 咱都制裁一下 所有投票的三千多个人大 那人大里都他妈制裁 对不对 玩真的吗 都玩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咱们这个 是不是啊 反正看这个人间的百态吗 看人家的政治斗争 看谁玩真的 谁玩假的 谁是为中国 谁是为美国 斗吗 是吧 互相割脑的吗 我带着咱们观众啊 每天都看一看 什么时候真正把这个脑袋搁下来 H皮带 H皮带 啪 散落一地 裤子 刹掉下来 哇天哪 许家印 哎呀 掉一地啊 是不是啊 徐帆 徐帆大老公 冯小刚 哎呀 华裔兄弟 华裔兄弟能不能去美国了 是不是被制裁呀 哎 考验你们时候到了 当人大代表 要代表人民 接受美国的惩罚 真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呢 对 orang人有改善 嘛 再来 三一 多